明朝6月的封面 今天他們就放了這疊紙在我的桌上 然後裡面集結了非常多粉絲想要問我的問題 因為真的蠻多的 我就一夜找一個粉絲 來回答你們的問題 第一個想回答的人 她也叫Annie跟我一樣 她問我說 想請問你你家中的清潔是 請誰幫忙?會請終點姐姐嗎? 我們家幫我打掃的人 姓陳 名叫婷妮 我的戲稱他叫陳大姐 掃地就是我自己來 因為我覺得 雖然蠻瑣碎的 可是有點有趣 然後 沙友 她問我 防疫期間在家裡 有推薦大家做什麼運動 或者是吃什麼東西來維持身材 我其實運動都是出門運動 但防疫期間也有覺得 盡量別出門 所以我就會開著YouTube 隨便選一個運動的頻道 然後就打開我的瑜伽墊 跟她一起運動 因為我是一個很會流汗的人 然後我的狗就會在旁邊走來走去 結果我地上 流了太多的汗 Chelsea還打滑 要對 就是之類的 所以 其實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很愛待在家的人 所以在家我可以做很多的事 我都覺得很快樂 不出門也沒關係 秀仙 她問 Chelsea每天都會很憂鬱嗎 我覺得 Chelsea最近有點憂鬱 她都會用很憂鬱的眼神看著我 但我只要跟她說 Jelsea出門 她就會馬上一秒開心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 Jessica問我 想問你一些私人的問題 洗澡要花多久的時間 這不就很私人 為什麼要問我 而且誰洗澡會按麻鏢 這題太難了 好 JABB D OK 她問我 喜歡煮飯還是洗碗 我跟你說 我超愛洗碗的 我覺得洗碗很療癒 而且我洗碗也有自己的步驟 我一定要從盤子最大的開始 盤子 碗工 小碗 筷子 湯匙這樣 可以疊起來 然後我要瀝乾的時候 我也可以從最小的開始變大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流程 然後 VM07的人 她問我一天吃多少餐 其實我沒有算過 那時候身邊的同事有幫我算過 她說從早工作到晚上 我可以喊肚子餓可能七八次 所以如果全部算進去的話 再加上三餐可能就是十次 十次 對 有人問我曾經在新聞中 看到我說很喜歡看房子 請問 看房子首要要件要注意什麼 有什麼小撇步嗎 第一個要件當然是要有錢啊 把錢準備好了 之後就看緣分 對我真的很喜歡看房子 因為我覺得以後 我想要轉換工作跑道的時候 我想要去當房仲 因為 金牛座很宅 然後我覺得可以幫 其他的人找到可以宅在家裡的空間 我覺得很幸福 以上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答案 請大家一定要密切關注明朝的Facebook還有IG喔